歡迎大家來到泰山自主 今天要和大家做一個一鍋過的菜 非常方便 40分鐘左右你就應該做得好 連切切各各醃醃盛盛盛的 這個就是焦糖洋蔥蘑菇雞 聽過名字我已經想吃了 多做一碟飯都可以 馬上來吧 這次這個菜的重點是在醃汁上面 因為這個醃汁除了用來醃一些雞肉之外 我們都會用來煮在菜上 好 預備定一個碟先 這個就是醋來的 什麼醋呢?Sherry Vinegar 先放進去 然後我們有生抽、豉油、蜜糖 哇 棒 好 芥辣 我選了Dijon Mustard 這個法國芥辣 但是如果你家裏只有那些普通的Mustard 都可以的 不過它就會辣了少許 留意了 接著 下這個辣椒碎 這個辣椒碎呢 我喜歡下的 因為香很多 但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我也覺得你應該下一點 哈哈 因為吊到味道出來 你不要下這麼多就可以了 好 接著我們攪勻它 好 似乎這個菇寒刮不太好 用這個好很多 耶 好 拌勻了醬之後 我要加少許油 好像攪沙律醬汁一樣 那我們一邊加少許 可以了 這樣攪勻它就會結起來了 好 這個醬汁我們先放在一邊 接著我們要攪我們的雞肉 我選了這個雞腿肉 那我就會連皮一起煮 因為有那個雞皮的香 還有油滲了這個菜 是好吃很多的 好 來吧 我們切一切它 你會見到有些雞肉 這個地方較厚一點 於是我們想切薄它 好像一本書一樣打開它 就是這樣 那如果你不這樣做的話 它會煮得不平均的 不用太小塊 因為雞肉都會縮 那你切的大小 其實去到一吋成一吋 那就最方便了 切完雞肉之後 我們要把雞肉放入醬汁裡 攪一攪它 接著 攪一攪它 攪一攪它 你把雞肉在這個室溫裡 醃它20分鐘左右 這樣就準備好去煮了 那這20分鐘我們做些什麼呢 我們就會切洋蔥和切蘑菇 好 今次我們切洋蔥 就是切兩個 這個之前拍照 所以已經切開了少許 我們先切個完整的 我們只是把它切絲就可以了 很簡單 綠色我就不要了 好了 切好洋蔥之後 有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你一定要做的 就是要拆散洋蔥 因為很奇怪的 洋蔥呢 如果你把它放入鍋裡 一炒一煮一熱力一來的話 你沒有拆散它的話 它們會黏在一起 到時你想拆散它 就很難的了 我們要先拆散它 切好洋蔥之後 我們切蘑菇吧 這次我們選了這個蘑菇 就是啡蘑菇 Cremini 這隻蘑菇 我覺得它的顏色是挺好看的 至於味道有沒有跟白蘑菇分別呢 可能味道濃一點 其實我也覺得差不多 OK 好 那我們怎樣切呢 我們就不浪費了 釘子也要吃完 如果你覺得不漂亮的話 OK 切了釘子 之後這樣 整個 然後切片 不要切太薄 因為我們還想有些東西看的 OK 煮完之後蘑菇會縮的 對吧 好了 我們不要浪費了 釘子也要了 好 完成 是漂亮一點的 你看看有啡又白 這樣 我立即覺得好像好看一點 這樣 那蘑菇又切完了 基本上 如果你是他他條條的話 已經過了20分鐘 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煮東西 好了 我們首先要煮的東西 就是洋蔥 因為我們要把洋蔥 焦糖化 而焦糖化 是需要一段時間的 所以我們都要先攪洋蔥 OK 好 煎餅已經熱了一點 我們放牛油下去 好 牛油起泡之後 我們就可以放洋蔥了 好了 那我就用中火煮這個洋蔥 我們放了洋蔥下去之後 就 油它在這裡煮4至5分鐘 你忍住手 不可以攪拌它 油它就可以煮了 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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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我們經常都說 有它 好了 好了 我們4、5分鐘之後 回來再煮一下 這個菜其實也是 行喜喜的菜 好了 4、5分鐘之後 嘩 就是這樣了 很香 好香 好香 拌勻了它之後 不可以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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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就要看著洋蔥了 那那個火喉 就未必一定要長期中火 你可能要調中火 或者中慢火 因為如果我們太厲害的話 那個洋蔥真的會焦 焦了就不好 我們是要它焦糖化 不是焦 好嗎 現在我們要站在這裡 看看它 稍後回來再看看 怎樣 好了 我們用這個中火 我選了中火 煮了它大概 由3至4分鐘左右 你會看到洋蔥 大部分都已經變了 已經變成啡色了 現在我們要做什麼呢 我們要做蘑菇 我們要將洋蔥 推向旁邊 給一個洞 位置 不是燒洞 那洞 是洞 好 對不起 好 我們把蘑菇放在中間 在這個時候 你就會覺得 糟了 好逼一下 為何會這樣 不用擔心 因為 洋蔥和蘑菇 煮了不久之後 它們都會縮水 好嗎 雖然看起來很擠 但一會兒 就不會太擠 我們有些蘑菇 在中間煮 間中就在底部 把它們上來 好嗎 這樣就可以煮得平均一點 你看看 煮了不夠兩分鐘 已經縮水了 少了很多 你看看 我一直用中火 千萬不要調大過中火 你可以小一點 但千萬不要調大過中火 好了 現在我們開始 就要調味了 加點鹽 然後黑胡椒 碎的 好了 你可能會問 為何不早上加鹽 如果你早上加鹽 鹽就會把蘑菇的水分 抽出來 然後那些蘑菇 就好像炆蘑菇一樣 現在我們所做的事 就是想把蘑菇煎香 OK 那你會見到 這些蘑菇是啤色的 這樣就是好看 而現在加鹽 它們的味道就會穩陣一點 好 好 鬆一鬆 哇 多漂亮 非常好 好了 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又做個洞 那你也應該猜到 我們就是放些雞 放雞前 加一點油 記住我們放雞 不是整個倒進去 我們因為想煎香的雞 所以我們用一個有洞的羹 把雞放進去 把醬汁倒進去 先煎一下 不要倒走的醬汁 我們待會會淋到餐廳 現在我們就把雞煮大約三分鐘 三分鐘左右 OK 不要攪拌它 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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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了 煮了三分鐘 然後我們把剩下的醬汁倒進去 先攪拌一下 倒的時候 我們就圍曉著蔬菜 即是菇 洋蔥 這樣倒進去 OK 倒完之後 我們就要攪拌它 嘩 你看看底 Oh my goodness 好了 人生交叉點 又到了 這個時候 有兩個方法可以做 如果想多汁 用來拌一下飯的話 現在要蓋上蓋了 煮多五分鐘 但是 如果你想餓 味道濃一點 汁少一點 乾身一點 不要蓋上蓋了 就隨它煮 五至七分鐘 OK 如果你是開蓋的話 那就要留意了 火力可能要較小一點 來吧 沒有蓋上蓋 七分鐘 完成了 讓大家看看 嘩 這些就乾身一點 味道會濃很多 很棒 關火 未完 最邪惡的一件事 加芝士 我們加這個拍馬臣芝士 OK 各位可以吃飯了 各位 嘗嘗 試吃了 嘩 我來再加一塊 菇吃一下 真是 嗯 哈哈 哈哈 很好吃 有兩件事要提醒你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最後加的 巴馬臣芝士 不一定需要加的 不過 你加了之後 那種鹹香 是令到這個菜 更加好吃的 哈哈 第二 那個辣椒 如果你真的有些 小朋友一起吃的話 那你就不要加了 OK 因為如果你真的跟著我吃 普羅的辣椒 是會較為辣的 但是呢 又會很好吃的 哈哈 那如果你家裡的小朋友 吃得辣 的話呢 這個呢 完美的辣椒 OK 很快就完成了 這個 真的40分鐘之內 你已經可以上台吃飯了 記住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Facebook page 最好就是Like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